作者郑孝杰 段永平曾经的企业家 现在更多以资深价值投资人的面目 现身于股市房间 他在内地股票论台上备受追捧 但又有许多争议 有人认为他水平极高 也有人认为他不顾而尔 甚至有人称其功名调语 这相当程度上与他投资情况低调的 沉在水面之下有关 公开信息能够证实的是 他身家确实不菲 以亿计的捐助母校 但他的投资规模究竟有多大 他有没有个人的投资平台 他的业绩到底如何 均不为外人所知 数年前海外华人圈内曾有文章 神秘段永平 恐是大陆真首富 对其财富体量有着诸多彩测 但都没有公开信息证实 而随着更多公告信息曝光 这些疑问可能到了揭晓的时刻 神秘机构浮出水面 在华尔街管理规模上百亿 已经是一线的对冲投资机构的规模了 近日有一个华人管理的资管机构 达到了这个规模水平 根据海外证券监管机构 SEC的披露信息 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 一家名叫HUH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LC的机构 以下简称HUH投资 最新资产规模达到144.57亿美元 这大概折合人民币1029亿元规模 而且这家公司的公司的所有人 名叫Duan Yong 从名称看显然是个华人 Yong Ping Duong现身 按照海外资管机构的收费惯例 这家机构的管理人显然会是个投资大佬 甚至是业内的顶级大佬 那么这家公司的背后人物究竟是谁呢 一家多余种的投资机构查询网站显示 HUH投资注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旗下有两位员工 其中大股东显示为Yong Ping Duong 与段永 Ping名字的拼音相同 该公司的另一位人士为Eric Hu 担任这家投资机构的首席合规官 持股大有看透 除了上述大股东和段永平高度接近外 相关机构的持股也似乎符合段永平 在股市论坛上的发言和口味 根据相关记录 HUH投资最新持仓股票 依次为苹果 伯克希尔 谷歌 阿里巴巴 迪士尼 西方石油 莫德纳 欢聚时代 美国银行 总计9只股票 其中 苹果的持仓市值 在HUH投资的比例高达80% 此外 伯克希尔 谷歌 和阿里巴巴的持仓比例 分别为12% 5.2% 2.7% 而段永平是一家中文投资社区中 经常提及的个股 恰好涉及 苹果 谷歌 阿里巴巴等 而他对巴菲特 伯克希尔大股东 投资理念的认可 也人尽皆知 如果根据HUH投资的历史记录推算 如果没有频繁的买入卖出 这家机构的盈利 或许高达数百亿人民币 客户都是超级富豪 另外 HUH投资的信息 还出现于多个投资顾问 Advisor平台中 如果这些信息没有出错的话 可以移亏HUH投资的其他细节 比如 资试堂查阅数个关于HUH投资的介绍 其中提及 他的客户体量少则两人 多则七人 公告信息显示 截至2023年四季度末 这家机构的资产规模 约为人民币1029亿元规模 按照七个客户的体量估算 HUH投资的客户人均资产 规模达到20.7亿美元 147亿人民币 这几乎是超高净值客户的水平了 要知道 依据202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排名前23位富豪的资产净值 也才超过10亿美元 收费模式 接近对冲基金 另外 根据相关网站 HUH投资 采取了不亚于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收费模式 具体来说 有三种寄费模式 其一 最高2.2%的固定管理费 根据受托资产规模而定 其二 针对符合资质的投资者 对3%以上收益的部分 即提25% 其三 2.1%的固定管理费加盈利部分 即提25% 实际上 诸多海外对冲基金 普遍以管理费200分号加后端 提成20%作为计费模式 甚至有相当的对冲基金 不收取管理费 因为战胜市场的难度越来越高 段永平操盘 虽然公开信息高度类似段永平 但他和H与H投资的确切关系 上代进一步确认 从历史看 段永平对于实体经济和投资市场的嗅觉 非同一般 资料显示 他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无限工程专业 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专业 1980年代末 段永平在广东中山市担任一华集团的厂长 在三年内帮助该厂扭亏为盈 之后他在广东成立步步高公司 相关产品备受青睐 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商业版图上 占有一席之地 2000年 段永平开始从企业家向投资人转型 当时网易公司登陆美股 创始人丁磊一度遇到经营压力 随后股价不断下跌 就在此时 段永平看到了抄底机会 他认为 网易游戏具备独特竞争力 市场传奇抄底操作 获利高达10亿美元 2005年 段永平与另一位企业家陈明勇成立 包破公司 此年 他以60万美元价格 派下巴菲特午餐会 并携拼多多创始人黄征 一同出席 之后 段永平激流勇退 移居美国 变身为职业的股票投资人 并活跃于中文投资社区 如果这家机构真的和他有关 那么大概率能操盘出 如此大手笔投资和杰出业绩的 可能还是他本人 那么大手笔投资 那么大手笔投资